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重金手一页喝重金手水 有的人看到一些游墨和法宝在里面 然后有的人想原来重金手 也会跟这个重金手推动重金手 也是可以这么干 欢迎社会各界对港湿相互的真实心 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治规定 将湖南省宣戴环景天提出反规意见 这种军手污染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但是它很隐蔽 然后其实它污染也不合理 其实比大众都知道的污染更严重 大地七百个大风吹啊吹 要不要用那个柳箱再申请一个B2B的号 哎呀 长方才五少 七百多八百多吧 是啊 微信比较高 我一直担心微信这几万会不会被删掉 今天是总统结束南方行业第三章 本来想起码去八个地方 每个地方究竟找一支业队吧 名字叫做重金属业队的夏天 找了两天发的业队探了找的 名字改了 叫做重金属业队的冬天啊 老板 老板 这边写的都是说几项款 杰式兵有多少人 杰式兵啊 杰式兵有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嗯 这么多人杰式兵 嗯 我是很多项目起了个嗨头 或有儿情 或者说他们有趣的也进来 从这种方式来一起 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 一起来往前推 音乐的这方面我们相对于吃药 主要经济现场 然后跟这个事情有关 比较生猛更加的一个方式 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跟必须要做 必须要参与 从良知上它有一种使命感 我觉得 调研了四个月 老板不快 然后调研之前还有线索也报纸 人民网的留言板 啊 然后呢各省的环境保护厅的那种 图书栏目 全部翻一遍 抖音快速 微博全部搜一遍 反复器核查试试 调研检测费用就花了五万左右 这两边不是有门链吗 啊 刚刚先上班去 这应该是之前的门吧 矿洞 这个矿洞呢 像这个大约煤矿 关停了六七年了 但是煤矿 永水一直铁蒙烧标 这个当地政府也承认 湖南被关停的煤矿其实挺多 也都面临这种历史 这一定有问题 点这个小地球 开始 扔点这个就是所谓的石灰粉 降低这个酸性 综合一下就是完全是摆设嘛 这个水是由山上 然后下了雨或别的 流下的水呢 有些经过被渣 你看了吗 那些东西都是重金属超标啊 供了大概有三百多户人 下天又是装了水 一会儿又是 一会儿又是 那是骨 一会儿又是 红水 接近红水的 一般的 就比如说艺术家 会揭露这样的事情 不会针对这么具体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 宏观先放到后面 先把前面最直接的问题 把它看能不能推动 天某寿什么 大勇士 天某寿 大勇士 做艺术也有 今年就第十年了 做项目 好像是每一个项目都不一样 有的项目是针对 比如说城中村拆迁的 针对那个案件的 然后也有像这种 跟环境相关系的 也有性少数的 我们一个基本的工作 要把这些问题把它变得 让别人有共鸣 然后能看到 看到有视觉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 情感上的高通 是 是 对 那个问题公开嘛 不是很正常吗 现在我们就是把问题公开 之前一直问题不公开 是吧 从一个想法 然后到落地执行 你肯定会面临 也有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有一些措辞 因为这种 其实在问题发现 你还是要当地政府来解决 我们可以监督它 或者跟它经营博弈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 对 能对话的一个框架 你得推推推进 我们的好多事情 其实用不了那么高深的理论 要不了法律法规 就是基于一个人 你最基本的 你的尊严 你的权利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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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